李显龙总理下午在参加感谢总统施政方针演说的辩论时 就我国现有政治体系的多个环节提出修改意见和方向 包括检讨民选总统的参选资格 加强总统顾问理事会的角色 以及探讨如何确保未来会有少数种族人选出任民选总统 李总理在国会上表示 我们必须确保民选总统制度与时并进 并提出三大检讨方向 首先民选总统的资格鉴定标准中 包括候选人任职企业的角足资本 必须达到至少1亿元 这项在1990年代制定的门槛 如今已经不合乎时宜 总理提出的第二个检讨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总统顾问理事会的角色和分量 第三政府应该检讨如何确保少数种族有机会竞选总统 总理说将来的民选总统选举可能出现竞选甚至竞争激烈的情况 少数种族当选不容易 总理强调总统是国家元首代表多元种族社会的新加坡人 总统有权否决政府的一些决定 但在实施或拟定政策方面并没有执行权 我们必须避免出现两个权力中心 总统有数人仍然不理解这些 而且 regrettably during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ose who didn't understand it included some candidates they campaigned for president as if they were going to form an alternate government you have two power centers in the system at the very least you have confusion you could have an impasse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will be undermined as the Chinese phrase has天无二国无二君 总理将委任一个由大法官梅达顺领导的宪法委员会 检讨现有的民选总统制度和提出建议 并征询公众的意见 预计今年第三季提交检讨报告